議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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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兩天走訪雙北廟宇 基層搶拍照 台南市長賴清德試水溫 想必心有所感 跟管制銀行鋪實一樣 再賺一步來 給我們更多的民眾 這樣好不好 好 圈金聲不斷 被視為蔡英文接班人 賴清德自然要好好盤算 選擇哪條路 邁向巔峰 接著感謝台南強政各地捐款 賴清德要全台走一遍 第二天參拜新北廟宇 首挑觀音寺 蔡英文 呂秀蓮 馬英九等人 都來拜過 可是有總統妙稱號 把這個選舉連結 會讓我寸步攔行 你不管到哪裡選 我覺得都OK的 你會不會有特別希望 他留在新北市嗎 當然 他來的話 我就比較輕鬆 民進黨新北市黨部主委余天 原本勸進賴清德選北市 但又緊急來口 賴清德挑戰總統大位之前 要走哪條路線 預計2018年綠營在北市 還是會和柯文哲合作 賴清德如果回故鄉新北參選 協助民進黨六都全拿 2020年蔡英文連任後 賴清德帶著戰績入閣 2024年就能順勢選總統 不只欺負台南與新北無災 還不忘加碼到全台都封條與順 賴清德啟動全台參拜 民進黨接班卡位也提前開打 藥教授臨家園 新北報道 新北報道 在関本身後 還算是 apa 新北報道 全都順勢 都順勢